这一集是一个独家新闻 中国的前路有一个影子 说你都不信不是看了这个视频你真是不会相信 现在开始中国人开始偷渡去美国 他们用两个月踏上艰辛的道路 他们觉得中国的经济很严峻 未来完全看不通 这个是四日前的独家新闻 是日本的涉制队去拍摄 我们在一个很意外的地方竟然发现到 这个是日本记者中西效界 这里是墨西哥和美国接壤的边境 是一道很高很高的大闸 在加勒芳尼亚州附近 我们看看这里闸 上面有铁丝网围 但是有一个洞可以捐进去 我们看清楚这里根本就是不设防 这里本来就是中南美洲各个人偷渡的地方 日本记者坐车去到这个边境 他竟然在边境发现到 中国人围留下来的写着中文字的药 还有一个写着中文字的药盒 即是有中国人的痕迹 刚刚日本采访见到一群中国人准备偷渡 在车后面整群 日本的记者立刻问他们 日本记者懂得普通话 有一个男一个女 他立刻跟他们说 你们懂不懂说中文? 是不是福建来的? 全部不出声 接着记者说 我们是日本媒体 我们是日本人来的 这些人说 日本记者看到他们有些中国人 拿着成田机场免税店的包袋 是成田机场 这群全部都是中国人 有一个停下来 终于肯跟日本记者说话 我们是日本记者 中国是哪里的? 接着这个男人说 我是安徽省 想起他知道是日本媒体 他现在才安心点 才敢说话 这里属于美国的加勒芳尼亚州 他们经过漫长的道路 首先这个男人说 中国现在真的 经济完全看不到将来 但是这群人的 来美国的路线 你会吓死? 这个男人说 已经经过了两个月 我用了两个月才来到这里 首先由澳门香港 去到摩洛国 我们看看这个地图 留于黄色这条线 中间这个就是摩洛国 接着再去到南美洲的阿瓜多 接着再走路去到墨西哥 这就是墨西哥 接着再去美国 他们用了两个月 大概用了160万日元 大概是7万元人民币 其实在YouTube网上 都看到一些中国人 放在网上 他们现在只是越境 去着美国 有大有小 一家大小 逃步走到中美的巴拿马 是走路 爬山间水 这个人还说 我今天只吃饼和朱古力 都不知道熬不熬明天 我们看看他在渐水 他自己都说 哇!我的褲子 太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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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没办法 太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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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他们要偷渡去美国 问一下这个人 他说 想自由和民主主义 他说 在中国大陆 我现在没有职业 我们看看 由墨西哥陆路的国境 穿越的中国人 由2021年到2023年 大概是50倍增加了 是50倍 你看看 这帮中国小孩都去 大概是有一天 有几百中国人过来 没错 一天有几百个中国人过来 这里有些义工 是帮忙别人去移民的 这个义工就说 这帮中国人离开中国 是因为经济的问题 因为经济而离开中国 说中国已经是责不到钱 他们全家赢的家产 将他们全部变卖 就来了美国 这是一个地方电视台的新闻 没有花没有架 是他自己用记者独自采访的新闻 我没有看过这个新闻 我都真的完全猜不到 没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 一天几百人 真是很夸张 难道中国的经济 真的差到这样 但是我不相信 他们无缘无故地离开 可能在美国已经 已经答通了天地 在美国是否真的找到吃呢 有没有朋友有这方面的资料 请老人一下 请老人一下 请老人一下